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久不见 今天我就是会进行一个奢侈 我们看到这边是一颗巴勒 我们看这是巴勒的皮 它也有这种现象 皮有剥掉 今天我就是会去做一个 试验的假期 我今天会使用一个蔬葡萄的枝条 假接到一个巴勒 看到底结果会什么样子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家的巴勒 我们有看到一些果 今天我就是会 假接到这个地方 我会假接到这个地方来 看我们的这个假期 是否能成功 现在我们会去取一个枝条 这是我们家的一颗 蔬葡萄 我看这颗树葡萄的 这个皮跟巴勒也差不多一样 它也有剥掉 只是它的这颗 还有这个 稍微白色而已 我今天决定会把它嫁接到 这个巴勒 看 它会不会 能生存下来 好 我现在可以选一个枝条 快选一个枝条吧 这里好了 这里好了 我看 这是 完全是 出葡萄的 这种树葡萄呢 就是比较小的 蛤 我决定会 把它 下接到 这边来 我这里 我会发现 我会发现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再接着 你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不过 在这边 这边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孔萄的 这边 可以 这边 也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就是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这个 由于 我们用一个树葡萄的 有一个树葡萄的 或是 是 有一个树葡萄的 我会大概嫁接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天气温度很高 所以我大概会找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进行这个嫁接 这样我们的嫁接结果可能才有一个喝关的 接下来呢我就是会剥皮 这个皮它没有脱落掉 这个一定要做省一个完整的 这样子 这个皮肤 好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边完全是 一个收葡萄的 猪条 除了这个 我再另外一个地方 这边我再做另外一个 然后我们就会 有两个不一样的对比 这里好了 以后我们就会比较方便做一个对比 好 这样子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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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